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艳势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张氏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上宫了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 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你不懂得变通一下吗 捡到钱先用来科举 考中了你做个好官不也是做好事吗 老师有一次不是还让咱们以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为题写篇文章吗 而且老板也说钱要还给施主 你不记得了吗 今天要不是他的朋友 你的钱也不会被罚光了 白天那件事情是我的错 我不会怪在别人的头上 就算你有错 应该把钱还给人家 那人家要酬谢你 你收下来就是了 那个人就需要那么多钱 我拿了去 人家就不够办事的了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快乐 而使别人遭受痛苦 你 明天咱们就必须赶考了 本来是同学一场 我想拿自己的钱与你合用 看来你也不需要 我自己走了 你好自为之吧 刘台啊 马上就要科考了去参加吧 若是能考上个好官 将更多的人引入正途 走出这个村庄 尽你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这也是老师的理想 我既然答应了老师 就一定要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无论如何 我不会再让您为我操心了 明天一早我就出发 学生在这里跟您拜别了 他日高中 一定会回来报答您的恩情 我去 我去 茶水 解渴的热茶 包子们 刚出锅的包子 解渴的热茶 冬天到了 刘台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在开考前三天 赶到考场所在的省城 我昨天看见一个叫花子冻死了 那不是叫花子 那是一个考生 也难怪这么冷的天没钱 不饿死也会冻死的 是啊是啊 你有什么需要的呀 是这样 我是个考生 再过三天就要考试了 盘缠已经没有了 天气太冷了 住在外面会冻死人的 能不能这样 我考试前这三天 先在您这里吃住 等考完了 我就在您这里打工 把这些天吃住的钱还给您 你的意思是 考试前都白吃白住 是 不过 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家吧 万一你考完试跑了怎么办 我真的不会 请您相信我 把这位客人请出去 不行 那怎么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行行行好吧 行行好吧 好人有好报 行行好吧 行行好吧 好人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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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这可是省城里的 最后一家客栈了 不管了 再试一次吧 客官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是这样 我是来这里考试的 可一路走下来 身上的盘缠 已经用完了 能不能 先在您这里吃住 等考完了 在您这里打工还钱 老板 有个自称是考生的人 说要先赦账 以后来咱们这儿打工 不行 来来来来 小的是我的 来喝喝喝 来喝喝喝 我去 伦泰 小的 柳台 醒醒 柳台 醒醒 张氏 是我 想不到吧 我也是倒霉 我来这里的半路上 钱都被山贼抢去了 还好留下条命 能活着就好 那你现在 我现在要饭呗 反正没几天就考试了 考完试再说 看 走吧 咱们好久没见了 我请你 咱们吃一顿去 你现在也用钱袋了 我才不用钱袋呢 这是我捡的 你还是没想明白 捡来的钱是不可以用的 你还是想办法找到施主 还给人家吧 是你还没想明白 你看看你自己 若你当时把捡到的钱拿来用 你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 你爱去不去 我自己去 你觉得值吗 好好想想吧 义和力到底哪一个重要 再问你一遍 你是想在这里守着你的意 挨饿受冻 还是跟我一起用这袋钱 吃一顿好的去 风可以吹飞布袋 却移动不了山的意志 我就是要饭 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义之财 我是不会用的 疯了 真是疯了 小二 来我这结账 哎 来了 我有钱 快结账啊 行行好报 行行好报 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一共二两文银 一共二两文银 哎 吃得真饱啊 看你要到什么了 哼 刘兄 要饭不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 职业一点 看着啊 啊 哼 哼哼 天娘 醒醒好吧 哼 我爹娘得病死了 我现在也得了和他们一样的病 快不行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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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您一定善有善报 抢钱了 抢穷要饭的钱了 抢钱了 你 你们这两个假乞丐 一边装病要饭 一边去客栈吃丰盛的大餐 还说自己是考生 我要把我早上 被你们骗走的钱拿回来 快点拿出来 走 那鱼准是我娘留给我的 还给我 我平成最恨骗子 正好边上有真乞丐 你们就做回好事吧 要是没有假乞丐 真乞丐也不会这么苦 那鱼准真是我娘给我的 以后你俩最好别在这里骗钱 否则我的全都不客气 张氏 你没有受伤吧 刘台 多行不易毙自毙 看来是真的呀 现在我爹娘留给我最后的一点东西也没有了 现在好了 我不当害了自己 也连累了你 饭也要不成了 别这么说 咱们还年轻 走 去对面的棚子避一避吧 看来今晚只能在外面过了 我问你